寫完就151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就會放在哪裡 我剛是放在第四頁 一模一樣的 這個A的話指的是一個變數 也就是把查詢到的結果 把它丟到A裡面去 所以如果第三列是3 然後B的話是9 如果第二列的話是00 如果00的話當然這個幾個字 負一個字就出錯了 所以再來的話我們要做什麼 再把它改成全部範圍 與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A或B 其中一個是0的話 那就不能夠去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做 就是當A或B不為0的時候 不等於0 A等於0 不等於的話 特別是它的序述方式 就是這個序述方法 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是小於加一個大於 這個叫不等於 OK 那等於就這樣 這個要等於嗎 不等於的話就是這樣 OK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如果要把它改成 全部的範圍的話 那程式該鑽寫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這個寫完之後 然後我來看一下 OK 這個是剛剛的 接下來的話呢 寫的方法 一先把它一個回圈全部的範圍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十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ets 然後把中間的東西搬過來 不過會出錯 搬到中間來 記得搬到中間之後按個TAB鍵 因為為什麼你沒有按TAB鍵跟有按TAB鍵 差別在哪裡 特別是你如果沒有按特別鍵 你會不會看全部都放在一起 頭跟尾找不出來 那因為我是要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的 所以記得按一個TAB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爽 有沒有 你看就知道頭跟尾在這裡 頭有尾 那這樣的話程式也不容易寫錯了 好 再來的話呢 剛剛出錯就錯在這裡 因為這個地方 第二列裡面沒有錢瓜糊 所以它會為0 Enter就0 B的話也為0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底下要寫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 所以底下 有點像是一個閘門 就像說今天 你們去搭捷運也是一樣 如果你沒有戴口罩 抱歉不能進 請你去把口罩戴起來 除非遇到刁民那沒辦法 那大部分人應該都會遵守 就一樣道理 如果你A 假設不等於0的時候 你才能夠質疑下面的動作 但如果你等於0 請你就 就是什麼 就不能進到裡面執行這個程式 那程式如何寫 關鍵的地方來了 if if 什麼呢 A 不等於0的時候 或者 偶爾 偶爾 B 不等於0 這樣子寫 不過其實大家判斷一個就好 因為其實其中一個以為0的話 表示說就會有問題 所以後面這個可以不寫 那你要寫也可以 後面空一個 打一個 then 然後 then then then的話指的是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打一個 n 的一幅 特別注意 通常有 if的話 會有一個邏輯 然後做什麼 然後的話就是要做底下的事情 後面的話一定會有一個 end 有頭有尾 然後然後 再來的話請你把這一行 放到中間來 記得按一個 tab 鍵 因為呢 then之後 然後做下面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這個邏輯為 true 的時候 才會去做下面的事情 但是為 false 的話呢 那就跳過了 就是說他不會進來 而會從旁 就是這樣 if 然後跳到 end if 然後就過去了 就不會發生了 ok 特別是哦 所以今天這個就是邏輯判斷 在 VBA 裡面的一種寫法 這個叫一重邏輯 這個一重邏輯指的就是說 我的邏輯判斷就是 當 A 不等於 0 的情況下 我去做 那可以進到裡面的話 意思就是說 當 A A 什麼 A 不等於 0 的情況 意思是 A 跟 B 裡面有找到前刮戶跟後刮戶 才有辦法去做切割的這個動作 ok 好 那我們甚至就寫完了哦 好 這樣子哦 特別是關鍵的地方就是 再加個 if 條件 then and if 去做那件事情哦 好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那執行看看好了 所以剛剛那個動作 我按 F8 好了 F8 剛剛這個 A 等於 0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改這個要改 我剛剛漏了 這個要改 i 這個要改 i 然後這邊也要改 i i的話改三個地方 ok 三個地方 好 四個地方 然後再來把它倒車回來 VBF 好處啦 你如果要乘車倒車拖拉上就可以 好 這個時候呢 A 等於 0 就是指的是第二 因為現在 i 等於 2 然後 B 也等於 0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A 是不是不等於 0 False 有沒有 因為它等於 0 所以 force 的意思是說 就是不能讓你進來 no 你不行 ok 如果為 true的話 比如說你有戴口罩 你可以進到責運站 一樣的到尾 ok 跳過 有沒有 它就不會進到那個底下的城市 就是跳到哪裡 跳到 end if 請你旁邊離開 不能進來 ok 下一個 ness的話呢 指的是ness i 指的是 i 等於 3 意思是說第三列了 那第三列 A 跟 B 等於多少呢 3 跟 9 有沒有 然後它是不是不等於 0 不等於 0 欸 為 true A 因為 A 裡面放 3 那 A 裡面 3 是不是不等於 0 當然啊 它不等於 0 ok 如果這個邏輯可能 大家以後慢慢要 習慣這種敘述方法 以後如果你這個敘述方法 ok的話 那以後就類似這樣寫 就可以寫住 如果為 true的時候 意思是說 你有戴口罩 你可以進來 ok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 我這個先把它刪掉 然後這個時候 它就可以幫你把第三列這樣 丟過來了 ok 有沒有 然後剩下的 如果有刮鬍的 他就可以做這一件 如果沒有刮鬍的 這個也有 沒有刮鬍的就跳過了 有沒有 黃飛沒有 ok 其他如果ok的話 我就不按 F8 我就直接按 F5 或按繼續 全部跑完了 ok應該可以看懂武力士吧 這個是清除 這個是清除 將來的話 請各位按鈕再把它加上去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懂武力士吧 所以再把重點回復一下 程式基本上沒有改很多 但是卻非常的重要 最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這個 F 邏輯 邏輯函數 邏輯 邏輯 在這裡 A不等於0 然後N的一幅 中間執行什麼東西 目前是只執行一行 以後可以執行很多行 ok 好了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ok 所以喔 VBA裡面呢 如何撰寫 這種邏輯判斷的 這個程式 程式的敘述方法 那這個敘述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如果你怕你寫不出來 或者是 有些寫錯 可以參考雲端 那 以後的話 蠻多地方都一定會有這種 邏輯敘述 因為其實在程式裡面 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重複做 第二件事情就是幫你怎麼判斷 那判斷的方法就是 有單一重一重的迴旋述述處 也有兩重的迴旋述述處 也有多重的迴旋述處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喔